继续来看到立法院今天也三读通过了太空发展法 成为世界第32个拥有卫星的国家 也是我国第一部国家太空法案 提供了公部门及民间企业法律的依循 奠定我国太空发展法治基础的重要一步 未来也将发展出根据前瞻性的技术 提升我国太空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政府在推动太空产业的同时 必须积极结合在地的人力跟资源 完善产业以及周边环境所需要的各种基础建设 并且雇用一定比例的在地人力 发展地方的产业链 形塑在地的产业生活圈 而有了先前台东南田火箭争议 这次的法案通过确认了太空活动主管机关为科技部 未来发射载具也只能在国家发射场域内进行 同时也订定了推动本土太空产业发展 必须注重的各个面向 引导产业有秩序发展 进一步带动地方有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性 那么多的机会关系 我们在这一步的进行